七徒马林国小校长弹钢琴小露一首 平常老师们带着学生 可能在活动中心教学及活动时的情况 由于基隆多雨 因此学校的活动中心 就成为下雨时 学生可以活动及运动的主要场地 不过像是创校已经有百年历史的 七徒马林国小活动中心 的舞台灯光和布幕 都已经有四五十年没有更换过 老旧不堪 在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积极争取经费大约八十万元改善更新下 都已经患难一心 给学生们好的室内活动空间和环境 也让校方非常感谢 那像我们的布幕呢 其实就已经四五十年了 那其实他就已经非常老旧 然后常常我们办活动都会卡住 然后还有包括这个灯光 那这灯光都是过去的老旧的一个水银灯 然后他其实费用都非常高 不管在电费啊还是换灯泡 其实都耗费很大的一些经费 那就非常感谢我们的张义座 然后他其实就是秉持着教育是没有阶级 然后也没有城乡差距 然后照顾偏乡的这样一个理念 能够把资源做平均分配 那这一次让耿卫有机会来为学校争取 这个经费是义不容辞的 也责无旁贷的来帮他们争取 这个我个人感到非常的荣幸 尤其啊我们那个 这学区的子弟都是来自我们各里的 我们的一些子弟们 不管是子子孙孙 他们都是从这边学校避了业 我想教育是不尘乎 像我所讲的不分阶级 不分种族 我想我们一起努力 活动中心灯光和布幕 以及舞台老旧的情况 也发生在七度市中心区的长兴国小 活动中心舞台几乎是马林国小的一倍大 张耿辉更是争取了150万元左右 更新了已经有20多年 没有换过的老旧舞台灯光和布幕 也整建了部分破损的舞台 将近30年 已经20多年快将近30年 那我们在部分修站这个舞台的部分 但是我们的帷幕 红色帷幕还有地板 有些地方都已经有塌陷 让我们这次呢 做一个完整的 全面性的来一个做一个整修 包括灯光的一个跟动 那希望透过舞台的一个改善的话 让学生在表演的场地有能够增进 再来就是我们在大型活动跟所有信典典礼里面 都能够有更舒适的环境 那也谢谢张耿辉张议员 能够更新 让我们这些协同的话 能够在活动方面 还有一些他们平常都要挤办的一些大型的话 让学校各方面的设备也比较齐全 那耿辉也在这边也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 能够为学校继续来争取这个敬畏 张耿辉强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培养人才不容易 有好的教育环境和设备非常重要 再苦也不能苦到教育和学生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